GO 大家好 歡迎您光臨 元氣教的詹文喜 站長楊平 每天都要送上滿滿的元氣給大家 最近聽到一個說法 說有環境專家預測 未來我們的人類 不敢留頭髮 大家都替光頭 老老少少 男男女女都一樣 為什麼 為什麼都不敢留頭髮呢 因為我們的水資源被強烈的污染了 這樣子的一個水 非常少的情況之下 大家只有理著光頭 然後甚至也不敢洗車 你知道嗎 我們未來的世界是如此的可怕 今天我想我們針對我們整個大環境 好好的來了解一下 來關心一下這方面的議題 當然我想媒體的觀察是最重要 也是最細膩的 今天順便特別邀請到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們的資深媒體人 淑菲到節目當中 淑菲妳好 妳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淑菲 淑菲呢 其實看一下妳的經歷 曾經是專題記者資歷有18年 然後也得過大大小小的電視獎 包括曾經也擔任過空服員 對 剛畢業的時候 哇 也曾經是空姐耶 就是剛畢業的時候就很愛玩啊 就想說當空服員是最好的 就出國玩都不用錢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讓你看到了世界各國 然後增廣很多的見聞對不對 對 當時我也是想說 剛畢業就年輕嘛 趁這個機會好好去四處歷練一下 那你想看看世界到底長什麼樣子 不過世界看得越多 看得越透 會發現就是說很多事情 其實你們會比別人更敏感 對 其實到國外就是觀察 那我們不管是在台灣 後來得到媒體之後 不管是到台灣或是在世界 其實我們都會很學習 觀察他們的文化啦 會比較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啦 然後我們就看看他們的經驗 到底是怎麼樣這樣子 是 那其實在這麼多的經驗當中 剛才我有提到 未來的人都李光頭 這個事情會真的嗎 會發生嗎 我覺得這個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對 對 對 因為現在污染的實在是越來越多了 尤其現在是地球村嘛 其實世界已經幾乎是沒有國界了 那尤其海洋的脈動 它這樣子潮流啊 一直影響 不管是我們吃的東西 或是我們的廢水啊 通通都到大海去了 那大海就透過了食物鏈 又回到我們的人體啊 所以這種東西其實在 不是現在我們不能看線 現在可能或許大家不覺得啦 可是在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下下代 它其實才是真的承受 這個環境污染的最大的傷害者 所以 我想我知道說 你自己除了在媒體工作這麼多年 然後現在也是兩個孩子的媽 對 其實你們會一直在 就是說擔憂未來 就是我們給下一代 到底是什麼樣的環境 尤其透過媒體的一些觀察 其實你們會發現說 其實包括現在這種環境 荷爾蒙的影響 那個是很可怕的 影響的層面其實是包括人類的一些疾病 還有包括身心靈 在環境的污染都有很大的關係 那像是不孕症是不是現在也好多 然後用品的一些 應該講說在使用上面 包括在最基本的這種清潔面 聽說我們像家庭的一些廢水 其實它的污染是最高的 我曾經長時間的一段時間 在做環境議題的報導嘛 那其中有做過一系列的水的資源跟污染 曾經有入圍過卓越新聞講 卓越新聞講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們當時是分很多類型 來做探討啦 包括工業廢水啦 科技的廢水啦 或是農業啦 這些廢水 但是我們在觀察的其中的一項 也是家庭廢水 我曾經到那個受污染的河川裡面去看 那其實那個污染的河川 它其實顯現出來在出水口的地方 都有一大堆的泡泡 這些泡泡是什麼呢 就是清潔劑嘛 它清潔劑裡面就是含一個 叫做界面活性劑的東西 這個其實老實說啦 大部分就是我們也可以說 它是環境荷爾蒙的一種 所以這些毒害現在已經是怎麼樣 反撲到我們人類自己的身上了 你看包括剛才我們看到的新聞 孩子的自閉症 過動的狀況 可能都跟這些環境的毒害 是息息相關的 那我們現在 會比較希望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拯救我們的地球呢 其實聽說你其實在很多年前 因為你自己當空服員的時候 發現說歐洲 他們其實在清潔的這一塊 他們早就回歸原始了 在十多年前到歐洲去的時候 我發現那邊就很風型手工皂 那當時我就不曉得 因為台灣完全沒有這個人 當時還沒有這個手工皂的概念嘛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一般 你手不飲得好好啊 手不飲得很清潔啊 對 那為什麼要用手工皂咧 後來我們就買了很多回來自己試 發現真的有 就是有不一樣的地方啦 那因為我自己的小孩就是 有都是過敏的體質嘛 然後老大就是從出生開始就非常嚴重 他那個每到換季的時候 他這個關節 就會一直抓一直抓 就是那種 腦弓什麼異味性皮膚炎的孩子 就是比較有這種現象 對對對 然後他的關節就會撈到撈到撈到 哎呦 都黑膚炎的 對 所以說其實那時候我就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當時候我們其實 雖然有在接觸這樣的東西 但是並不是很了解說 到底不然是在哪邊 那我們全家也都洗得很乾淨啊 對 一直洗啊 然後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而後來你慢慢的改 改用一些家裡的清潔用品啦 或者說家裡在洗澡的用品 洗頭的用品 慢慢之後呢 他就不會像以前這樣子了 是 就是反而從這個最基本面 對 去改善一些最 應該講說最 我們常常會碰到的一些 不管是清潔的概念來講的話 先從這個部分來做一些改變 對 因為人體的皮膚也是最大的接觸的面 所以說它裡面那麼多的毛細孔 其實也會吸收到很多不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把這些東西 也能夠很清潔的把它洗掉 這個也是我們家裡 就是大概從過去以來 就很一直長期在做的 是 我們也希望說我們用的東西 不要對環境來造成污染 所以你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歐洲人他們其實 早就開始運用一些手工皂的概念 回歸到最基本 而且是最天然的這個部分 除了能夠把自己 這個皮膚上面的一些清潔照顧好之外 包括連環境 我們也都不會造成污染 是嗎 對 因為它這個手工皂 它其實在接觸水之後 它在24小時之後就會分解掉了 就不會對我們的環境 或是說我們的魚類造成一些影響 那這個手工皂 其實我當初在研究 因為我大概有那種很 很想要了解透徹的那個精神 所以早期到那邊去的時候 我就想說手工皂它的原料到底是什麼 我就去查 查那個資料 就發現它這個是有 跟這個一個叫做清氧化鈉的東西 去做皂化的 可是聽到清氧化鈉很多說 那個很像化學的東西 對 當時我也很擔心 清氧化鈉到底是什麼 那古代哪來的清氧化鈉 後來我又去追根究極 就發現原來古代沒有清氧化鈉的時候 它這個是在西元前的七世紀 七世紀它是在一個 古埃及的皇宮裡面 有一個斐尼基的廚師 那因為有一天 它手腳很笨拙 把一桶油打翻了 它緊張得要死啊 趁四下無人的時候 它就把那個罩裡面 灰糊有沒有 灰糊 那個草木灰 它就把它拿來蓋一蓋這樣子 然後瞧瞧瞧瞧 想說要把它拌一拌 趕快把它拌出去外面丟掉 所以弄得全身就黑漆漆 它緊張一下 那個衣服啊 然後全身都很髒 所以它到河邊去洗 洗一洗就發現 一定很難洗 怎麼會一下就洗乾淨了呢 它覺得實在是太驚訝了 所以它就去 把它的廚師朋友通通找來 然後就研究 大家就研究 真的耶 它們一些過去 那種沾的油污洗不掉的 既然都洗掉了 所以你很難想像灰糊 然後加上一些草木的一些東西 然後跟那個油夾在一起 對對對 竟然可以怎麼樣 變成一個很好的 一個清潔的一個 對 去污的 一個去污的東西 對對對 那就是可能就是早期 後來法老王就聽到了 這樣子的東西 覺得非常的驚訝 他就固定 每一陣子就叫廚師 先寬一趟一趟給他用這樣 對 到了18世紀的時候 就法國人 他們又更聰明了 因為這個草木灰 大家已經用了快2000年了吧 是 對 那也沒有什麼進步 到18世紀 法國人就發現 他用鹽巴跟石炭 去做合成去 去合成 竟然可以合成出 一個叫人工蘇打的東西 就可以取代了這個草木灰 從此就不用用的黑漆漆這樣子 所以沒有當時有沒有 這樣子的一個這種 無意中的一個發現的經驗 就沒有我們今天台面上有沒有 已經有這麼多這麼多 像現在很多 比較優質的一些手工皂 他們其實也是 這麼多年來的一個 這個轉變跟歷練 對 其實到了19世紀 就德國人又更聰明了 他們就用食鹽水去做電解 對 然後把電解出氫氧化鈉 所以終於我才發現 原來氫氧化鈉 也是從鹽水裡面去 萃取提煉出來的 分解出來的 所以它其實不是我們所聽到 什麼氫氧化鈉 就覺得它是化學的東西 對 所以現在在這種手工皂 這麼風型 甚至於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們去挑一些這麼安全 這麼環保的一些清潔用品 就從這裡開始 這個也就是我們媒體界 其實一直在呼籲到大家 就是重視我們的環境 那從我們最 每天會接觸到 這個清潔的這一個關卡 我們就先開始做一些改變 對 好 所以今天我們會談 我們的環境 怎麼樣來愛我們的地球 當然還有包括現在 剛才我們也看到了 現在這個手工皂 也很受到大家的重視 怎麼樣來在這麼多的一個 這個流行的蜂巢裡頭 去找到最優質的 我想這樣的一個概念 也在今天我們會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好 知識鎖定 我們今天的這個環境要照顧 來 元氣加油站 等大家稍後回來